你 你怎么来了 我和你爸过来玩 想给你送点吃的 没想到 你和这个人住一起 还好你爸钓鱼去了 要是让他看到 不知道会怎么样 阿姨 我都跟您说过了 我是程瑶的老板 男朋友就是男朋友 还没有胆量承认了 程瑶 你看看你 什么眼光 你自己解释吧 妈 他真的是我老板 那我刚来这个屋子的时候 遇上房东一房两租了 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 那就合资算了 然后我去公司才发现 他真的是我老板 这好像是偶像居的剧情啊 真以为你妈妈不看电视剧啊 这个人为了占便宜 什么理由都变得出来 阿姨 什么叫占便宜啊 男女平等 就算是婚权同居试婚 大家都有及时之损的机会啊 你不会真的占了我们家瑶瑶的便宜吧 妈 他真的是我老板 而且就算说要占便宜 以他的条件也是我占他的便宜 你少骗我 我打电话还经常抱怨呢 说你们绿色的老板 成天就会压榨下属 没有道德 没有良知 为了赚钱 什么客户都接 再说了 这房子 这个小区 什么租金 我看不出来啊 你们老板这么有钱 他会和你一起住在这样的小区里啊 对 妈 他就是我男朋友 就是我 程瑶 别看他长得人模人样的 心眼可多着呢 别傻呵呵地让他给骗了 妈 我们真的是为了沈仙才合租的 真的 而且我们一直都是分房睡 不信你可以去检查 我们一直都是 发呼勤止呼吏 一点都没有你想象中那些东西 我倒是要检查检查 老板 对 对不起 老板 那么拜托你帮我装一下吧 不 我妈今天不会走了 不 我妈今天不会走的 好 不 Mus